來 我們要歡迎綠竹講圖片 那我可以覺得綠竹不像嗎 好 但是你不可以講 來 先讓 同學 專心好 好耶 圖片是什麼 圖片就是在遺傳過程中 不要有動作 站好 有動作什麼就可以 你不要囉嗦嘛 人家講就讓人家講啊 人家怎麼樣呈現 好 就是那條第二面 你不要再無聊了 那條第二面在複製的時候 原本長這樣子 它長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就產生圖片這個東西了 聽不懂 請問哪個地方聽不懂 這個跟這個有什麼差別 好 這個是粗的 這個是細的 我聽不懂 簡單來說 我們把它做個比喻好了 我們要畫個圖好嗎 他用手筆很清楚啊 對不起 我聽不懂 好 那我來問我這個 這個是什麼意思 好 待會我給你解釋一下好不好 這個是A 這個是A 這個是B 那簡單來說它是這個 是成B的 我聽到了 很好 感謝你懂 那 這個就是圖片 那修律三里克有講到 演化對不對 演化就是 演化就是長期的圖片 請問長期的圖片用是什麼意思 長期的圖片就是 其實它的過程是怎麼樣 它的過程是怎麼樣 它的過程是怎麼樣 圖片是什麼 圖片就是在 你從過程中發生改變了對不對 對 持續的圖片 就是不動不動的改變 一直變 然後最後變成 變成非常奇怪的東西 那你懂 也是清楚一點 我跟妳講喔 妳講的每一句好 我都記不懂 那妳給妳再聽啊 哈哈哈哈 對 對 妳剛剛 妳再把妳剛剛那個畫 重複一遍 剛剛畫對不對 就是 演化就是 不斷的圖片 不斷的圖片就是持續的 沒有尖狀的圖片 不斷的改變 等一下我請問一下 假如要踢猴子 那一群呢 瘋狂的圖片 嗯 這樣是錯的 我覺得這個都合理 為什麼 因為圖片的機率很低啊 而一直一直圖片 不是這樣很像奇怪嗎 好嘛 那演化是什麼 他為什麼要演化 我覺得演化是 某一隻猴子圖片 而他跟另外一隻猴子結婚 生下的一樣是圖片的後代 然後呢 一直往下生 然後又在某一代的時候圖片 我覺得不是每一代都會圖片 不是每一代圖片 都圖片成人類 而是 這一代下來下來之後呢 這一代跟另外那一代 可能這一代另外一個圖片一樣下來 兩種圖片結合在一起 又變成另外一種圖片 而且去取下去 我覺得這樣才是一代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 我一直圖片 圖片 每一代都圖片 那個很不合理 好 那演化 演化從頭到尾 頭和尾有什麼差別 有誰知道 演化的頭和尾有什麼差別 那個子儀跟瓊安仔細聽 頭抬起來不要這樣子 那演化頭和尾有什麼差別 演化的頭和尾有什麼差別 就是演化開始之前到演化結束 有什麼差別 所以演化沒有結束 那演化過程中有什麼改變 演化開始就是雲石砸下來 好那我們一種生物 來好了 來說 人類之前的生物是什麼 人類是不是演化來的 是 是 那人在演化之前是什麼動物 原活生物 反正就是雲石砸下來 手中的生物 水中的生物 而且在更之前就是雜類 在雜類等的之前我們都不知道 好 那雜類 雜類是這樣 演化過來 變成人 那這個人是演化過程中的其中一個 未來我們先不說 現在這個中間來 演化過程其中一個 所以它是有改變嘛對不對 這是演化 你不夠清楚 那你希望 你覺得男生那麼夠清楚 演化是什麼東西 你說 好那我來講演化 來 為什麼會有這個滿頭 因為很早很早以前 有一個東西叫做 棗類 這個棗類的演化演化 之後變成了某個東西 之後人類的那種動力 變成了滿頭 什麼是夠清楚吧 不清楚 所以你要講的東西就是這個 我希望你把它講清楚 好 演化 演化為什麼會演化 你覺得為什麼會演化 這是你要講的東西 好 為什麼呢 有可能自己說 他不需要這個東西 像子儀剛剛說 他不需要尾巴 然後演化的話 尾巴就消失了 那你選這個消失 為什麼要是 子儀說了 不需要 不需要嗎 他這樣 不像我這條尾巴切掉 這樣嗎 不是切掉 切掉是 切掉是 切掉是在一個短時間以內 把它 切掉 但是呢 演化是因為 一段一段時間 從有到變短 到最後沒有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 因為他不需要 因為他不需要 你讓他說 不是 是 我這幾個 是